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团端转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证书及发布的一个配置 大家一定要去养成这种习惯 就是我们在做真正功能开发之前 先把前期的这些环境 这些发布或者跟我们进行一些发布APP 这些有关的一些东西先设好 以免我们后边忘记更改 引起一些 否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错误 今天我们讲开发 就是我们真正功能的一个开发 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登录页 在实现这个页面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下效果图 就是说我们这个页面最终要做成什么样子 这可能是我们UI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效果图 这个效果图有了之后 我们就要实现这个页面了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工程 就是说把这些基础框架都搭好了 我们还没有进行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就它里边东西都是空的 我们看我们怎么实现 这个根据这些框架了之后 我们进行功能的一个填充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这里边我们上一课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页面已经有了 登录页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程序与启动 我们这里边还没有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首先看我们的登录页如何来展示它 我这个界面有了这个类有了 我们的will都是通过inib来呈现的 我们这里边加一个inib文件 它其实也是就是xib 我们把它放我们叫一个login page 这里大家记住 如果看一下 如果这个名称跟login page 这个类的名称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再呈现login page的时候 等会给大家写一下 如果我这里边要显示login page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资源的名称 跟这里类名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先把它加进来 如果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名称一致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这样写就可以 如果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inib文件 把这个nib文件 就是你这里的login page的一个名称 比如叫login pag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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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es 我们这里就需要这里写 就要这么写 所以我们 大家一定要就是看自己的一个风格 就是说要么你一致 要么不一致的时候 记着这里写 要么就都不一致 要么就全部一致 所以我还是习惯与他们两个人一致 好 这里面加了Nib之后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计 我们在4上 或者在4英寸的一个界面上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首先它这有一张背景图 我看我们看它的资源里有没有这张图 我可以看一下 UI我这是考了它里边的一个图形 它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图 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我们可以这里边了 我们这里没有整理 大家最好还是根据我们这里的目录一一对应 所以这里最好还是建一个自己的一个文件夹 results里边就是image 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叫backround背景图 里边全是一些背景图的 好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加进来了 south 好 这个图已经有了 有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得加一个背景 这里边把这个图加上叫背景 这样这个背景图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再加一些按钮 看它里边 看这里边有三个按钮 这里边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量一下 就是说它这个位置是多少 370576 然后它这个宽度是多少 记得它是2倍 我们还要记得除以2 那就是80 看它这里400乘以80 那它的一个长度就是200 200乘一个40 这里边记得改一下它的type 看一下240 这样我们再把它聚中 聚中 我们设置它的一个背景色 其实它是有一个 这里边可以用commona 这个其实是用kq的一个解图 它有一个背景色 RGB933244 933244 看这里有它一个背景的设置 933244 好 这样这个颜色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设一下它的标题 logging 性能 这样就有了 它的一个字底字号 其实我们可以美工或者是设计人员 可以给我们它的一个字号 我们这里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字号 这样设完了之后 它距离上面有多少严肃 我们其实美工也可以跟我们标出来 把它放在这里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人人的 还有下面的一杆有加上 叫一个logging人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随便看看 好 我们再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色 那这里边应该就是一个黑色33 这里边是2550 2550 2550 好 这样这个颜色就有了 它的颜色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现在看的应该是33 好 这样这个我们的界面基本上就设好了 大家还可以量一下 它距离上面有多高 或者是UI给我们标记 给我们标出来 578或者是580 580除以2的话就是290 那这个可能它的一个长得不正确 大概的一个距离我们就这么量 美工给我们标出的这个标这个尺寸是最最最正确的 最准确的 这样我们这个页面就有了 有了之后呢 记得大家改一下它这个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个NIB 它这个类型还没有标记上 叫logging page 做一下一个关联 好 这个页面基本上我们就呈现出来了 这样我们显示的时候呢 看我们如何来显示 首先呢 首先呢 我是不希望于用这个mainstoryboard 因为它一个是比较慢 再一个呢 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NIB文件会 架态也会不流畅 所以我们这里面用自己的一个写法 首先把window window建出来 把这个去掉 我们把显示这个logging的呢 显示页面的地方统一写一个函数 page cf 这里边 我们上一个项目也讲了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直接拿过来用了 或者我们自己写一下在 啊 这样我这个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呢 就说这是变量的定义 这是方法的一个调用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属性的负质 这是一个方法的调用 好 我们这样分开 就比较一个 非常的一个美观 好 我们这样运行一下代码 好 它在启动呢 我们先 我们看一下 好 你看我们的这个页面 登录页面就有了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尺寸呢 是在 这个界面呢 是在四英寸上 设计的 如果我们是在 这个界面要在5上运行 在4英寸 4.7英寸的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它是这样的 大家会看到 这个背景图也没有填充满 这个按钮呢也不居中了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 可能前面大家也 也了解到了 就是用一个 自动布局 这个自动布局啊 可以其实可以单独给大家讲一讲 这里我们就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的 来占用一些时间了 首先我们在这里 首先让这个背景图呢 来填充我们的一个界面 这里边可以设 距离上边下边 左边都是0 所以我们把它填加上 这约束有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 它在4.7英寸上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这个图就自动的一个填充满了 再看一下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居中 居中的话 我们还可以设一下 我们它的 高度是固定的 Wides呢 我们就不用管它 Wides Wides 我们也可以给它固定 固定住 然后呢 距离上面的一个距离 我们可以加上 这里边它会有一些警告 如果你设的约束不对的呢 它就会告诉你啊 这个 这个一个距离 这里边不对 我们还可以设一下它 Wides 我们再设一下 随便看看 好 这时候我们先不设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在4.7英寸上 你看 它其实已经居中了 刚才我们这里边只是有一些警告 没有处理 看看这些按钮已经居中了 居中显示了 我们把它 看看它这里面就自动帮你进行了一个创件 这就是用自动布局 否则的话 我们在4.7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设备上呢 它这个按界面啊 就完全不用自动布局的话 就需要或者我们在代码里手动去写 我不建议在代码里去手动写一些坐标 一些硬编码的知识写在这里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自动布局就非常的一个好 非常的漂亮 好的 我们这个登录页面有了 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一个逻辑 叫什么逻辑呢 我们这里加了一个UserInfo 它会有一个登录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属性 ID ID name 这里边 我们在global 我们加一个global 因为这个登录的信息 可能各个地方都会用到 所以我们就加一个global 全局的一个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可以直接把这里 跑过来 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它会有一个UserInfo的一个信息 就是用户登录的一个信息 这样我们就建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实现 把这个UserInfo 我们就先不复制了 这样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得到用户登录的一个信息 我们就把它复制到我们这里的全局变量 像这个UserInfo里边 这样各个其他地方 我们掉接口的时候 可能用到的这个信息 就可以通过全局 这个global来得到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里加一下 如果我们这里加一下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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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等于空 就说明我用户已经登录过了 我这里边就不用再显示这个登录界面了 如果是没有登录 我再显示这个登录页面 如果是登录了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会有一个home page的一个页面 就是显示我们这个里边的一个首页 可能这个全局的一个首页 我们这里边叫home page 我们把home page也加进来 home page 好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简单的写一下 把它整理一下 这里有重复的代码 尽量不要出现重复的一个代码 好 我们这样就把我们这个界面 判断完了 如果是没有登录 我们就显示这个登录界面 如果已经登录了 我们就显示首页 我们运行一下代码 首先这里边它是空的 是空的 我们就要显示登录页 这是登录页 如果我们在这里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写 用户点了登录 我们把事件加上就event 就随便看看 是look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测试 新浪登录 如果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把登录的一个优德info的一个信息 复制给我们全局变量 这里边我就自己生成了一个 正确的话 应该是把我们登录成功之后的一个有的info信息 复制给我们全局变量 这样我们就复制上了 就告诉用户我们登录了 下次启动的时候 我们把有的info这个信息可以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 s.userinfo 就可以从我们配置文件里读出来 所以这里我就不读了 我就先自己生成一个 正常的话 它是从本地读的一个有的info信息 看一下 正因为我没有这个home page的一个资源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下 这是这个home page的一个页面 我们同样在4英寸上 把这里边的一个配感一下 好 我们这里边可以加一个按钮 以示区分 叫home page 好的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时候我登录成功了 这里边就显示我的一个home page 我们就把这里去掉 这显示我的一个登录按钮 这时候如果我点了一个我们这里面没有做一个关联啊 新浪 这里边 看我们这里边 这是用新浪的一个登录 如果我点登录 然后我就 我就处理处理新浪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 我就把有的info信息 信息给它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 下次再登录的时候 我这里边的global 就从本地读一下 它如果已经登录过了 我这里边就直接显示首页 就不用再显示用户这个登录页面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流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判断啊 好的啊 我们大概的基本上讲完了这个登录页面了 我们首先再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有这个登录页面配置 然后把它里边的一个事件呢 都建立好 我们这里叫人人啊 还有一个叫 叫做look人人 我们在这里边呢 建一个nib文件 把它这些界面设置好 对它进行一个自动布局的一个配置 配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事件关联上 它的事件关联上 做look随便看看 这里边就调查 如果是人人呢 我们就对它进行个人人登录的一个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就显示我们的首页啊 看一下 这是一个 对我们全局里边设了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保存 方便我们进行对它进行个存储 这里边呢 如果是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 我们在这里再加一步 看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项目一边也有 我们加一个这个代理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简单一个调用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 好的 加完之后呢 如果是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这里边就调一下它一个show page 登录成功之后 然后我就APP show page 就显示我的一个首页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新浪登录啊 登录完成功之后 就显示我的首页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我们重点呢 还是在这个登录页面的一个设计上 这里边我们就讲 我们可以把随便看看的时候呢 我这里边就这么写啊 或者是点随便看看的时候呢 直接显示我的一个首页 这里边呢 还需要进行一个细分 show home page 我们就可以把它细分出来了 显示收home page的时候呢 这是显示login pag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判断写在这里 如果没有已经登录了 我们就selfshow home page 如果没有登录呢 我们就显示一个登录的页面 叫login page 这里面加上 show login page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 为什么独立我们独立写呢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login page 为什么独立写呢 分开写呢 因为这里啊 我们登录页面 会调到这个 这个show home page 把它分开写 进行我们模块划分的阅系呢 越有利于我们的一个代码的一个重用 啊 你像我们显示登录页面的时候 我们设置里边有一个注销的一个操作 显示注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 app delgate 一个show login 这个页面了啊 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我们又加了一部分内容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设置啊 登录页面 进行一个 一个nib nib 见识完之后呢 就照着我们的ui 进行一个设计啊 坐标啊 这些都设置好 设好 做一下关联 事件的一个关联 关联好了之后 我们就做一下事件的一个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就显示我们该显示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登录页面啊 登录页面 随便看看啊 就进我们的这个home page了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看一下我们的登录页 我们就讲完了 下一节课我们会讲一下定制导航栏 及table栏的一个设置啊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观看